目前呢在这样的台北市调处的现场状况如何 到底有没有球员已经遭到约谈了呢 这连线给现场记者徐华川 好了一早在市调处门口是非常的热闹 涌进了大批的媒体目的就是为了等待今天 中华释放有九位的球员即将遭到约谈 这九位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小曹 曹景辉以及之前旅日投手张志佳 后续还有王金林 吴宝贤 李豪润 汪俊泰等 用九名球员即将遭到约谈 而乐团主要目的就是要厘清他们 是不是在跟这个绰号宇刷的组头 有任何的打放水球的情势 因为在之前曾经有人爆料说 曹景辉之前跟宇刷曾经吃过好几次饭 而这个也是想要解放想要厘清的问题 包括了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这个对价关系 后续有没有收钱等等的行为 都将牵涉到中华之棒 中华之棒有没有涉嫌打放水球 以及最大仇文案的最重要的关键 另外在张志佳的部分 他是蓝牛球队投手 在两年之前从日本回来之后 就一直备受期待 没有想到这一次被牵涉到 打放水球的遗云里面 今天上午他将在蓝牛球团 所派遣的律师陪同下 来到这个试调处 来进行整个争取动作 请律师陪同 目的就是担心球员 跟这个侦办人员在进队应推的时候 有些遭到误解的地方 希望有律师来陪同之后 可以做整个更厘清 更清楚的说明 而整个征讯过程呢 应该是从上午开始之后 一直到下午 这九名球员 如果检察官任务有需要的话 将拉会 调查人员会将他们 全部带往板桥地检署 进行复训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在等待这九名球员来到 以上是来自现场情形 再把时间交换棚内 请不吝点赞